欢迎收看中国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号抵达布拉柴威尔 开始对刚果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这里是刚果共和国布拉柴威尔 玛雅玛雅国际机场 现在是当地时间3月29号的中午 应刚果共和国总统萨苏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抵达这里 开始对刚果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布拉柴威尔交洋似火热浪席人 当地时间12时许 习近平乘坐的专机 抵达布拉柴威尔玛雅玛雅国际机场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走下咸踢 受到刚果共和国总统萨苏和夫人热情迎接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 当地儿童献上鲜花 刚果共和国参议院议长伊图 国民议会议长孔巴 以及33位政府部长 布拉柴威尔省省长 军方高级将领 30多位外国驻刚使节等 到机场迎接 中国驻刚果共和国大使 关键也到机场迎接 萨苏在机场举行隆重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登上简乐台 军乐队奏中纲两国国歌 明里炮21响 习近平检阅了仪仗队和陆海空部队及特种兵方队 并观看了分裂市 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萨苏和夫人陪同下 观看了独具非洲风情的歌舞 习近平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 向刚果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表示 建交49年来 中纲始终真诚相待 修其与共 中纲关系堪称难难合作的典范 相信此次访问将增进相互了解 有意和合作 推动中纲关系迈上新台阶 王沪宁 栗战书 杨洁篪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从机场到下榻饭店 绵延数公里的道路两旁 到处悬挂着中纲两国国旗 树立着歌颂中纲传统友谊的巨服标语牌 数万名当地民众冒着酷暑 身着印有中纲两国国徽和两国元首画像的服装 挥舞两国国旗热烈欢呼歌唱 伴随着欢快的鼓乐再歌再舞 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迎接中国贵宾的到来 你好 中纲友谊万岁 中纲合作万古长青 歌声掌声欢呼声 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友谊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当天下午 习近平主席来到刚果共和国总统府 与刚果共和国总统萨苏举行会谈 萨苏为习近平举行了隆重的总统府迎接仪式 会谈中两国元首一致表示 将共同致力于建立和发展 中刚团结互助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习近平表示 我一踏上刚果国土 就受到刚果政府和人民热情隆重的欢迎 体现了两国人民身后传统友谊 中刚始终真诚相待友好合作 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 坚定的相互支持 明年是中刚建交50周年 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深化友好互信 使两国团结互助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迈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 习近平指出 中方高度重视刚方有关合作要求 愿继续为刚果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争取早日上马大型合作项目 中方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 参与刚果经济特区建设 萨苏表示 中国尊重非洲帮助非洲 不干涉非洲国家内政 有人说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 这是别有用心 非洲人民经历过殖民主义 知道什么是殖民主义 绝不会被这种论调误导 非洲人民支持非洲合作 希望中方在促进非洲和平 稳定和发展方面 发挥更大作用 在听取了萨苏关于非洲局势的介绍后 习近平指出 团结合作是非洲复兴的重要基础 散必然导致乱 乱必然陷入落后的泥潭 非洲要联合自强 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 一直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石 也是中方长期坚定的战略选择 新时期 中国加强对非团结合作的政策 不会变 促进非洲和平与发展的决心 不会变 支持非洲联合自强的立场 不会变 中国愿永远做非洲国家的 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 愿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 不断加强和深化 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 双方一系列合作文件的签署 王沪宁 栗战书 杨洁篪等 参加上述活动 当地时间29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刚果共和国议会 发表题为 共同谱写中非人民友谊新篇章的重要演讲 下午5时时 在萨苏总统陪同下 习近平抵达议会会议大厦 国民议会议长孔巴 参议院议长一图 以及两院议员迎接 当两国元首步入大会议厅时 全场起立欢迎 在全场热烈掌声中 习近平发表重要演讲 习近平指出 建交半个世纪以来 中刚友谊之术 茁壮成长 根深夜貌 硕果累累 中刚团结互助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成为难难合作典范 习近平表示 这次访问非洲期间 我同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 进行了友好会面 并同非洲各界人士广泛接触 我深切感到 非洲是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大陆 中非合作大有可为 前景光明 新时期 中国发展将给非洲 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非洲发展也将为中国发展 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双方应该继续坚定走 互利合作 共同发展的道路 习近平强调 真朋友最可贵 中非关系跟在人民 缘在交流 民相亲在于 新相知 中非关系发展 既需要经贸合作的硬支撑 也离不开人文交流的软助力 人文交流是 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 我们应该为双方人民接触 搭建更多平台 为增进相互了解 提供更多信息来源 让中非友好 世代传承 发扬光大 习近平最后表示 我很快就要离开布拉柴维尔返回中国了 我会将这次非洲之行收获的愉快 感动 友情 永远珍藏在记忆深处 让我们携手努力 以中非人民情义为比 以中非大地为止 谱写出中非人民友谊新篇章 习近平的演讲 引起全场强烈共鸣 大会议厅内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演讲结束时 全场起立 有节奏的长时间鼓掌致意 谢谢大家